今次這首歌的歌名叫永順街39號 這首歌是一首慢歌 亦是一首很慘、很孤獨的歌曲 很悲傷的感覺 為何會想出這首歌呢? 因為今年出了Mr. Stranger和King Kong 是一些比較表達要做好自己的跳唱、澎湃一點 第三點我想出一首完全不同的100% 180度不同的一首曲風 所以很想出一首慢歌 我記得年初我都說過很想出一首慢歌 一首很舒服、很平靜的感覺 一首慢歌 這首歌雖然是一首很悲傷的情歌 但其實亦是一首很個人的作份 因為這首歌的歌名叫永順街39號 是我小學的地址 我小學就是天主角石中山紀念小學 它的街名就是永順街39號 為何我會用這一個街名呢? 因為這首歌說愛情的遺憾 究竟是好的遺憾還是壞的遺憾呢? 而且究竟你愛情的初衷是甚麼呢? 我回想回我 在戀愛的初衷 我就想起我的初戀 我的初戀就是在小錄的時候 在錄音的時候 我不斷在腦海裡呈現了小學的畫面 就是小學和初戀的一個畫面 是同班同學來的 所以很想用小學這個 有Puppie Love的初戀 去帶出愛情的初衷 或者愛情的遺憾 而我覺得每個人都能夠聯繫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初戀 無論是你第一次拍拖的對象 又或者你第一次暗戀人的對象 都是你的初戀 而那個初戀永遠都是很刻骨銘心的 你感覺好像距離很遠 但是你永遠都不會忘記 這是第二次和Hana合作 繼上一次不可愛教主和Hana有一個 她追我的一個小情節 這次就是相反 就是她非我 而我很不開心 這次是特意想找Hana 因為感覺好像是一個 不可愛教主的第二個圍到 或者第二個時空之下 兩個人的一個戀愛故事 所以這次的一個小劇場 就是我的初戀情人就是Hana 和我說了分手 這次說完分手之後 我們一起養那隻狗 養這隻狗 還是不養這隻狗 我作出這個決定的時候 就有一些情緒 也有想回以前一些很甜蜜的畫面 最後最後就決定 我還是繼續照顧這隻狗 因為照顧這隻狗 是代表 雖然我沒有了這個情人 但是它永遠都會留在我心底裏 所以照顧它就代表 我仍然擁有著這段回憶 我都很珍惜這段回憶的感覺 其實它已經很合作了 這次的狗叫做忌憚 是一隻很有趣的小狗 它是 都比我想像中合作的 因為很多時候 很多狗會很怕散步 又或者 未必會 任我都不生氣 因為譬如我都見過有些狗 可能摸摸一下它 摸到一些敏感部位 它會突然間 很不開心 很不喜歡 但是 其實忌憚是完全沒有這件事 而且 和它kiss kiss 它又會肯 kiss 但我是第一次見它 所以它已經很聰明了 但是剛剛拍攝的時候 就有一些很尷尬的畫面 因為不知為何它突然間 即是 本身我和它相處得好一點的 但是不知為何一拍攝 攝錄機那一刻 它突然間好像很害怕我 即是每次我一遞著手 它就突然在頭 或者它是突然間 會 即是 突然間 有一下很震驚的反應 我完全不知為何 可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做了一些 動作嚇到它 還是不知如何 所以 剛才那個場景就是 說我 見到它 不停舔我的時候 我很想摸一下它 和它有一個 比較親密的 還有 我開始 接受回它的時刻 但是我想接受它 我想苦摸一下它 它反而 沒有跟著劇本 就逃避開了我 但是它盡了力